怎麼用這個好 那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很奇怪 這東西很奇怪 那媽媽姐我不敢比 但是我用實驗試擠的 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它來的時候呢 它捲的方向是這個 捲的方向是這個的時候 也就是它出來的時候 是從這邊出來的 從貼著裡面出來的 原來他們 我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我在台灣 在美國都一樣 發現它出來就是這樣 你要這樣子的話 轉90度壓下去 但是我覺得 無法適應這一塊 所以我每次我買來之後呢 我第一個就把它翻90度過來 讓它出的方向 是從這邊出來的 這是我自己的 我比較媽媽的感覺 就是這樣出來之後 然後呢 中間因為我們要封的時候 這個東西要去滅菌 所以這個過程中 有切記 這邊有鋸齒割刀 對不對 手不會割刀 也除非你用力滑它 拉出來一點 這時候拉的時候 不要抵著它眼 它可能會有破洞 這破洞可能再進去滅菌之後 會造成 面完就會洩漏 看不出來 那我的原則上是說 拉高一點點 那我預測目標是要封這一個 所以呢 我想像一個圖 這邊一個正方形 一個正方形 對著剛好就是一個正方形 那我一個心法就是說 你覺得剛好的時候 建議再多拉一點點 不管是在封我們這種燒杯 封各種東西的時候 這些東西的話 感覺 你感覺上夠了對不對 再蘆多拉一點點 這是阿元的心法 因為你有些時候 你剛好差一點點的時候 你必須重施一張 不如一開始多施一點點 好 那我這樣子 我心中知道這邊 有最後一道石 對不對 好來 技巧來囉 技巧來囉 來 還是有一點點 有示範 不然其實不會這樣 來 這樣子的話 他就撕完了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簡單 你在家裡可以做 或者在實驗室 我這邊都很多 這邊很多種號 但是在試的過程中 就會看到這個人的技巧 好不好 這個好不好 好來 來這邊 我再示範一次 來這邊 這樣對著 好 然後有人說 內面外面的話 那是有另外科學家講說 那其實都沒有關係 這樣子過來 順便幫我錄這一段 好 這樣子的話 大概放在正中心 搞定 那必要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用 今天結束 我就不貼 我就不貼那個 那個叫做 滅菌貼紙 那下次我再示範滅菌 給大家看 好 OK 好 這邊 好 OK 好 感謝你 感謝你